好,我們先來看一個大學學徹底 但是他國中生就會了 學著是男的一百分之十七平 以真方向反應X加2Y 以三一加反應X 基本我們用兩個X 所以數個Y 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如果我們要生成三個反應X 則需要多少個X來參與反應X 這其實相當簡單 他需要至少依賴性 他並不需要用到我們的莫爾 但是觀念是一樣的 所以簡單,一開始我們要寫出我們的反應方程式 第一步,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一開始 給的條件給寫出來 我們用兩個X 他現在是給客 否則看到的是莫爾關係 接下來我們要求的是三色W 那其實這邊很簡單 我們剛剛說完是要守門 所以只要守門是實話 只要守門就是我們進去多少 就要出來的什麼 像最後有大多條 那我們這邊 買衣服的地方有2克 加上4克 總共買衣服是6克 那生成物的地方在這邊有5克 那大家就不知道多少克 總共是6克 所以我們有5克 現在我們有5克 有5克 有5克 他現在知道的是質量關係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平常做的是莫爾關係 那你把它換成這個關係來做就對了 因為要求的是我們的X 我們的X在這邊 接下來就是一個非常簡單出局的問題 如果我們的X 你知道我們的W 一開始呢 我們有2個的X 可以得到1個W 那我們現在要3個W 結果呢 有多少個 計算 我覺得是 6克 那這樣子我們就說 我們先給答案 答案是6個 那我們來看看答案 到底會不會這樣 這樣一頁吧 我們算出來答案是6個 那就是答案1 你答對了嗎 那這題其實的東西 第一點很多就是質量手 但是我們要講得很好的 相關重點 也是有必要跟大家提一下 第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完 質量手邊緣在聯繫上 或是相當相當中障礁證 我們質量手邊緣 它是有拉完 進去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向這些連結進去 讓我們有關 質量手邊的介紹 那我手邊這個呢 握住 握住在本題是沒有提到 不是 它在之後的計程 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在 法界式的計算 也就是 莫術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如果對莫術 有什麼不了解 或是有需要 更詳細的介紹的話 可以加 左邊這個連結 可以告訴你 什麼是莫術 然後莫術 換算 只要是做換算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到這裡 大家了解了嗎 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 他剛剛告訴你了 莫術是一個重點 剛才的題目沒有扯到莫術 但是我曉得質量關係 一公克配兩公克 兩公克就要配四公克 那麼未來做的時候是 均衡係數是莫術的關係 所以看到均衡係數 三、二、三莫術會產生兩莫術 那六莫術就產生多少 四莫 這個想法是一樣的 想法是一樣的 就這樣想 不錯 要告訴莫術的解題步驟 一、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二、以資根所求換成莫術 三、均衡係數比就是莫術比 這就是我們解題的方式 好 未來我們待會就要用這個方法 來幫助我們解題 OK